词曲 李宗盛 微信 新功能 暴露了你的婚姻状态 一起来听 昨天吃饭的时候才知道 微信又推出了新功能 一个手机支持两个微信号切换登录 只要进入我 进行设置切换账号 就能随时登录小号 至于小号里藏着什么人 那真的就是秘密了 对于有些男人来说 一边兴奋终于能方便登录小号了 一边又要担心老婆查岗 女人们一边感慨技术的进步 一边又害怕男人背着自己搞小动作 真是丑死个人啊 而这种隐隐作怕 细思极恐的忧虑 其实正在暴露男女的婚姻状况 一 恐慌型婚姻 越焦虑 越难幸福 得知微信推出新功能 韩姐立刻问 这不就意味着老公可以光明正大 拿着小号越炮了 她是焦虑的 从三年前结婚到如今孩子挂挂落地 韩姐一直坚持锻炼 健身 化妆 学习 从来不敢放松一刻 唯恐喘息之时老公被勾搭走 前两天她老公公司开年会 在朋友圈翻了几张和女同事的合影 韩姐在底下酸溜溜质问 穿这么少还离你这么近 这女的谁啊 吓得她背后凉凉 赶紧解释了一通 我的上司 大家只是年会一起合个照 况且那么多人在 你别又想多了 这样的例子多了去了 闻到老公身上有香水味 韩姐就大哭大闹 给婆婆打电话 说她在外面一定是有了女人 感叹自己命苦 怨恨婆婆没有教育好她 后来次数多了 两人也争吵对骂 后来韩姐老公干脆不回家 常常夜宿公司 韩姐以泪洗面的日子 频率也呈直线上升 金星说过 婚姻是一面最真实的镜子 你对婚姻关系 恐慌焦虑 就说明你过得不怎么好 今天微信推出个新功能 你担心老公会变心 明天微信再推出个新功能 你又害怕她背着你找小三 全部精力放在了担忧上 甚至从来不曾认为 自己的婚姻是轻松快乐的 长此以往 婚姻只会继续陷入焦虑的苦海 无休无止 第二种 桌奸式婚姻 历经大风大浪 最后啊 败给了茶手机 微信心功能一推出来 不少人就预料到了 这注定是女人和手机之间的 一场恶战 小雅和大鹏爱情长跑五年 才结婚 我本以为老夫老鸡 应该不信这些子虚无有的东西 但昨天夜里小雅偷偷告诉我 我查了大鹏微信 没有小号 看来她应该是老实的 前一天 小雅还在为自己的机智 洋洋得意 到第二天 大鹏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手机里的相册少了几张图 微信页面是退出登录状态 连里面一些聊天记录也不翼而飞 你是不是查我手机了 大鹏气势汹汹 隔着电话咆哮 我也不叫查手机 我只是登录你微信 看了看 小雅死鸭子嘴硬 就是不承认 我里面的聊天记录呢 那可是公司的文件 好样的 我业务都要被你整没了 开心了吗 一天到晚的乱来 大鹏气得肝疼 啪一声挂了电话 小雅傻脸了 还敢挂我电话 敢挂我电话 越想越来气 晚上大鹏一回来 两人都憋着气 饭都没吃完就对上了 大鹏说 我们恋爱五年 结婚也有四年了 你就这么不信我 还去查我手机 小雅说 我就看看而已啊 怎么不行了 你没做什么亏心事 你怕我看啊 大鹏说 我没做亏心事 但你也不能删我聊天记录啊 你在家闲得 就研究怎么查男人 你够无聊的 小雅说 是啊 我无聊 我就要看 我还要天天看呢 我就看你心虚什么 两人你一言 我一语 丝毫不相让 后来还是邻居 跑出来劝和的 虽然最后不吵了 但两人的心却圆了 现代社会 有不少人 像小雅一样 想用查手机的方法 拨得安全感 可这样捉奸式的求证 激烈又强势 搞不好 还会伤了彼此感情 而且反过来想想啊 男人真想出柜 难道还会把证据 保存在手机里吗 三 独立式婚姻 她爱不爱你 永远只取决于你自己 有安全感的婚姻 是怎样的 刘嘉玲给出了 最好的答案 众所周知 梁朝伟是张曼玉 为知己 但刘嘉玲 在这件事的态度上 完全是一个 独立自强女性的姿态 如果她真的喜欢张曼玉 我也挺开心的 就她决定就好 她也是一个 很优秀的女演员 这件事 要换作一般女人 估计不把这对 尖夫淫妇 鞭尸吊打 三天三夜不罢休 但刘嘉玲却打心底明白 爱情不是捆绑对方 而是自立生长 安全感永远是 自己给自己的 不管她爱的是自己 还是别人 无论婚姻这条路 未来会走到哪里 女人首先要把婚姻 当成锦上添花的一种 独立修行 完善自己 而不是把这份感情 当成命一样 攥在手里 为她换得换失 对于感情 孙上春树 说过这样一段话 非常透彻 如果我爱你 而你也正巧爱我 你头发乱了的时候 我会笑笑 替你播一播 然后手还留恋地 在你发上 多呆几秒 但是如果我爱你 而你不巧地不爱我 你头发乱了 我只会轻轻地告诉你 你头发乱了哦 其实她爱不爱你啊 只取决于 你是不是个可爱的 值得爱的女人 和其他无关 例行查岗 检查手机 歇斯底里 并不能换来爱情 只会徒增伤心 如果有一天 微信又推出了新功能 少一点小女生的 无理取闹吧 保持你自己 该有的底线和态度 露出自信的 变心 你就亏了的淡定微笑 就像那句话说的 要知道 有些东西 如果年轻的时候 没办法解决它 那么在你 三十岁 四十岁 五十岁的时候 流言和不安 只会卷土重来 而且一次比一次凶狠 而你 只会一次比一次 无力还击 以上就是今晚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本篇文章 记得在文末 点个赞咯 Zither Harp 我们都忘了 该怎么微笑了 那时的我们 傻傻的不知为何 时光偷走了什么 依然保留一分天真 才会让心动 交给不起耳鱼的人 是那种快乐 让心忽然透明了 迷惧的心事 忽然间就显明了 那个小小的我们 圆满早就已经生根 所以想到你心会疼 早该学会收藏 感动了 让回忆变成 比真的 悲伤快乐 有你陪伤快乐 多寂寞 都会有温暖两者 可是早就习惯 成长了 爱情再变得 多难得 可爱天真 分不顾这梦 已经不敢继续了 那些受过的手提醒着 是哪一个人 让我学会安静了 情绪在纠葛 依然是平静眼神 非断流畅中的我们 总是隐藏苦人生 可是那份只能我胜不得 可是早就习惯 成长了 爱情再变得 多难得 可爱天真 分不顾身 已经不敢继续了 那些受过的伤 提醒着 如果我想来就一分 傻傻的走来不过 我伪装成多好的人 不防备每个人 会不会感动的 怎样快乐 早就忘了怎样感动了 我伪装成多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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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伪装成多好处